露骨香年度大事冬茶比赛即将启动缴茶作业 茶龙无不摩拳擦掌全力制作好茶 期待赢得一身梦寐以求的特等奖 因此如何轰制超优的好茶 考验着每位制茶师的真功夫 制茶高手林宪正以及他的儿子林伟信表示 制茶的每一个环节都要以争取第一名的心态 慢工出细活的方式做好每一个细节 将茶叶放入容器中 铺平之后再送入烘焙机内 露骨香茶农林宪正父子为了今年农会的冬茶比赛 正加紧备茶作业程序 由于制茶工序必须一致完成 因此每个细节都必须相当仔细 不能有半点差错 否则就全功尽弃 林宪正表示 目前茶农应该重视冬顶茶的传统制成 由于中国方面对于冬顶茶样的茶叶制作方式 正极其直追 如不努力传承制茶技术很可能会被中国取代 尤其是发酵与备火更应该做好传承与结束 我们现在应该重视的是 我们冬顶茶的传统的做法 因为台狼是现在做冬顶茶的茶 台狼的山茶已经在我们的后面 激起直追 那如果不好或拍拨的时候 我们的工夫会被拨过 但是我们的重视是说 我们台湾的定石就是在发酵和汉汇 台狼这方面的工夫对我们没得到 所以我们好好地把我们的工夫的工夫 练下去 不管是做的钱 做的钱大家都会好 三年也很大 我们的地球没去 市场也会失去 所以大家要当时发酵和工夫的工夫 另外茶农林信伟也表示 今年由于雨水量较少 茶叶生长较缓慢 因此在围掉的时候要注意水分保存 而在被茶时也要留意 不要有过度备火情况 对于茶经本身好坏 据实只要懂得修饰 还是能够做出很好的茶 今年就是让水很少 所以我们做地的时候 一年可能比较幼稚 大家说话都不同 不可以说一定都一定这样 这就是说地狼方面 就是四瓦尾雕啊 纳青啊两地啊 这方面都要很注意 有时候水倒过头的时候 它会稍微有效 对 那被茶的方面 今年水分保存得比较少 它也开始在被茶了 我感觉说 今年水水 地狼含量没那么多 所以大家做地狼 也要稍微注意 要不要让它 不要沿过头 是这样的 那近年的当地 我算过 可能到去年的当地 减量车要20%到25% 那些当地 因为是我和茶凌那边的 那般人我不知道了 所以我的预估时代就是这样的 我认为好地 好地就是说 不管是好或是不要 如果要设好还是不要 等下来当地名来行 当地名来行的时候 我们的态度不一樣 你有那种态度的时候 你要行出好地的机会很大 没有因为说 第一次说没有了 好我们就把他放棄掉 我们用第一名的观念 第一名的心态 行地心态来行 这行得出好地 茶农林献震表示 累计制茶经验 大家习惯看茶备茶 尤其今年秋季冬茶 成长期间久旱不雨 茶原水分显然不足 除了造成减产约20%到25之外 烘焙茶叶的温度及时间方面 也要适度减少 以免限度降低 而影响香气与茶水浓度 而且还需要细心耐心的烘焙 最少要以三尺最为恰当 记者陈云志 陆古香采访报导